阿鳴是一位長年居住在台北凡屬國 台南的一位優秀青年 靠著加芬 終於考上了台灣第一大學店 欸 加芬 謝謝你 要不是因為有你 我就不能考上這裡了 沒什麼啦 這都是為了要報答你 上次帶我去那個瘋年紀啊 喔 是這樣喔 話說 這個野林大道真的很漂亮耶 對啊 欸 阿鳴 你看 蛤 哇 I love NTU 這麼美的裝置藝術 我第一次看到耶 而且你看 它是綠色的 好像頭來當市長喔 以後 我們可以常來這裡約會啊 好啊 欸 你在幹嘛啊 先生 學校禁止攜帶寵物喔 它不是我的寵物 它是我的腳踏車好不好 這位先生 請問你是誰啊 我姓水 明媛 叫做水明媛 你們叫水阿伯就可以了 水圓阿伯 阿伯 阿請問你在這邊幹嘛啊 我是維護校園整體的工人 只要有人亂停腳踏車 我就會把它拖走 然後再把它藏起來 等三個月後再把它賣掉 這麼好賺的工作 那這樣誰要讀大學啊 對啊 嘿嘿 像我剛剛在歐大灣面 偷了好多台腳踏車 好爽喔 嘿嘿嘿 台北人都好奇怪 對啊 欸 等一下 我要車啊 嘿 嘿阿伯 欸 佳姐 你怎麼在這裡啊 你在幹嘛啊 喔 我的車不掉水源了啦 所以就模仿駝尿啊 想說這樣跑好像比較快 喔 是喔 那你來水源校區幹嘛啊 欸 領車不是來這裡領喔 喔 你白癡喔 領車是去水源市場領啊 幹嘛去水源校區啊 喔 原來是這樣子 欸 阿伯 還好在這裡遇見你耶 不然我等一下就不知道要怎麼辦了 喔 那我先走了喔 掰掰 掰掰 來台北這麼久了 每次遇到佳姐都要想家喔 難道這就是美逢佳姐被私親嗎 欸 這邊怎麼多一個攤位啊 欸 水源阿伯 你怎麼在這裡 喔 喔 這不重要啊 欸 欸 同學 欸 欸 同學 你看起來兩眼紅紅 心事重重喔 嗯 有嗎 喔 我看你這個樣子 你是南部來的吧 怎麼看得出來啊 我穿那麼土喔 喔 我看你不只來這樣 你是男友會的吧 嗯 這樣你也看得出來 哈哈 同學你有什麼事趕快說吧 喔 就是 其實我最近一直好想家喔 喔 原來是這樣子啊 那你來對地方了 我們這裡專門出租媽媽媽 出租媽媽 沒錯 北漂青年的歸屬出租媽媽 讓你在異鄉也能有家的溫暖 我們有溫柔的媽媽 哎呀 阿銘啊 回來啦 趕快來吃晚餐吧 我們也有兇喊的媽媽 阿銘啊 到幾點了 現在才回來 趕快去做作業 我們最新推出了外國的媽媽 能夠體會到會寫的快感 Yo Yo My Boy 你要跟媽咪一起Rock一下嗎 當然 最受歡迎的是我們地方的媽媽 阿銘 你回來啦 這個客人有點久 你等我一下 同學 你要哪個媽媽 那當然是地方 那個溫柔的媽媽 好 一個地方的溫柔媽媽 阿銘啊 阿銘 你今天出來怎麼都不說話啊 就最近 我覺得那個豬來的媽媽 越來越不像真正的媽媽了 怎麼會這樣 你不是常常說她技術很好嗎 是沒錯啦 可是還記得上次在宿舍聽到她的聲音 欸媽 你還好嗎 阿銘 我還好啊 欸媽 你又在吃 你吃那麼多會脹氣啦 才不會脹氣了 而且媽媽本來就吃那麼多啊 欸對了阿銘 要不要一起吃啊 不用 不用 好 來一起啦 欸 阿銘 雖然媽媽煮飯的技術很好 可是她都只煮給自己吃 本來想說在台北終於可以體會到家的溫暖 想不到反而越來越冷淡了 欸 可是阿銘 台北本來就比較冷啊 喔 對 可是再怎麼說 我也十九歲了 該獨立一點了吧 那我想你好好跟媽媽講吧 她一定會諒解你的 好吧 那我試試看好了 欸媽 欸媽 阿銘 你怎麼突然叫那麼大聲啊 媽媽還沒喝完呢 媽 我就要離開你了 你根本就不是我真正的媽媽 欸阿銘 你怎麼這麼說啊 我們在一起的時光不是很溫暖嗎 屁啦 我們才認識不到一個禮拜 在那邊 阿銘 你怎麼可以這樣對嗎媽 我們在一起的時光很開心 你忘了嗎 媽 總之我已經下定決心了 我是不可能會長居在這裡的 什麼 你 你不會長居 會長居 總之我穿著了 我會長居 老公 老公 弦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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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芸 来 赶快把东西收一收 等一下 爸爸就要来接你了 我快收完了啦 院长 爸爸他 是什么样的人啊 是一个非常正直的好人哦 你要乖乖听话 不要给他添麻烦 知道吗 好 院长说的话 我一直都有乖乖照做 小芸 该走了 对了 院长 这只娃娃可以送给我吗 我一直都很喜欢它 可以啊 不过你要好好珍惜它哦 好 院长 拜拜 小芸 以后记得 一定要听爸爸的话 只要我呱呱听话 就不会再被丢掉了 对吗 还好收养它的人很正直 这对小芸来说是最好的结果了吧 继续生活在这里 也只是徒增它的痛苦而已 为您插播一则社会新闻 日前与某知名民宿发生一起窮案 一共造成三民宿 判断是迷光及稻草的远景 所幸及时遭到资讯 判断为感情纠缝是禁止 详细的案件还要期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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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要再说了 你们不要再说了 我真的不是故意的 明明我都已经一无所有了 为什么还要指责我 我再也受不了了 一婷啊 四个月的状况还好吗 时候不早了 有事明天再说吧 你交代我的事 我都已经处理好了 真是辛苦你了 真是辛苦你了 最近很忙吧 这个月你应该费了很多心思 还好 竟然是听天命 你最近又遇到什么困难了吗 还是又想到12年前那件事 还没有 那你可以不要这样对我说话了吗 當年 我也只是個小警員而已 我能做的 畢竟還是有限 這些年來 我當上局長之後 也是努力地在調查當年的真相啊 我真的很希望你可以走出來 這樣 才不會一直 才不會一直想太多 才不會一直這麼痛苦 是嗎 但是你懂什麼 十二年來 我的心情 你能體會嗎 不要這麼固執 不 我一閉上眼睛 那些痛苦的尖叫聲 我快要受不了了 快要受不了了 那是你的錯 是 一直都是 好了 誰想看到災難發生 想到當年的火災 任誰都不好受 不只有你啊 而且你想想 十二年過去了 愧疚可以改變什麼 他只會讓你更痛苦而已 聽我的 你更痛苦的 振作一點吧 你看到你這些年來 都在努力地追查 不像我 你蓋了這種民宿 把大部分的錢 都捐了出去 自己省吃怎用 夠了 真的夠了 那些孩子 要是沒有死 會原諒我嗎 會原諒我嗎 我 我 我 你從昨天開始 就一直不開心的 一定是又靠近十二年前那場火災的日期了 孟臣 你勸勸他啦 你明知道對孟學來說 火災就是一場噩夢 為什麼還要說 我承認 我沒有經歷過孤兒院的大火 我也永遠沒有辦法理解你們的心情 可是 我拜託你們 有什麼心事說出來好不好 不然你們永遠也不可能忘記啊 不需要忘記 如果連我跟孟學都忘記了 還有誰會記得 十二年了耶 你們每次都這樣 而且 一不開心起來 就是好幾天的 你們以前的朋友要是知道了 不只是朋友 我們國院裡的孩子 除了彼此 沒有其他人了 難道不該被記得嗎 可是 你對我來說 也不只是朋友而已啊 我只是不希望你那麼難過 對不起啦 你如果 真的那麼想他們的話 不然 趁這幾天有空 回去看看好不好 我陪你去 我就說吧 來這裡能有什麼好事 夢成 你不要再怪處徵了 誰知道車子會在這時候發生問題 我們還是快去快回 順便看看附近有沒有人可以幫我們 你平常就是太寵他了 夢成 對不起啦 好啦 又不是你的錯 沒事了 走吧 夢成 那是過月嗎 好 進去看看吧 進去看看吧 走呢 歡迎光臨 你們好 我是這間名售老闆 請問三位是今天的房客嗎 呃 我們只是 只是經過也沒關係 今天客人不多 我可以帶各位認識一下環境 我們只是來這裡的時候 車子出了一點問題 請問你知道我們可以找誰幫忙嗎 不用擔心 說附近 雖然偏僻 該有的店家 還是有 車子的事情 落在我身上 夢學 我們今天 可不可以乾脆就坐下來啊 這裡好漂亮喔 不好吧 反正 我們車子都壞掉了 就留下來玩一下嘛 拜託 也 不是不行啦 真的嗎 那 老闆 好的 你們現在這裡登記 我拿房間鑰匙給你們 鑰匙在這裡 謝謝 從這裡直走 右手邊最後一間 需要帶你們過去嗎 不用了 謝謝老闆 夢成 我們先過去囉 好 這樣就可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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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孟存 車子的事處理好再通知你們 好 謝謝你 直走到底 右邊最後一間 我覺得 我先來 再次 我先來 我先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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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 我先去 我先去 我只是觉得这里很奇怪 我在以后 就算不整修 也不会是原来的样子了 更何况是改建成民宿 你会觉得陌生 也没有办法打起精神吧 你是来探望朋友的 有点不习惯而已 谢谢你 我也好想认识 你以前的朋友 我以前的朋友啊 他们是一群无忧无虑 什么都没有 却什么都不缺的人 你们那时候才多大 谁小时候不是这么开心的 才不一样呢 那我想再多听你说一些 以前的故事 以前的故事啊 孟学 你还好吗 没事啦 我只是想到一些 不太开心的事 你是说火灾啊 我知道 对你跟孟诚来说 活下来 楚真 我想一个人待着 孟学 你不是说这里很漂亮 想到处逛一逛吗 一直待在房间 这些也很无聊吧 好啦 那不吵你了 楚真 哎 吵架啊 不关你的事 让他一个人出去乱走 你不担心 每次都这样 你要去哪 你不是来赶我走的吗 孟学 我知道 让楚真每次都受恶气 对他来说很不公平 可是我真的无法忍受 他一而在站上 我以前的事了 那 你打算永远瞒着他吗 我不想让他卷进这件事 你不了解楚真 他一旦知道了些什么 就会追根究底 这样对他来说太危险了 把人家赶出去 就比较安全啊 你根本什么都不知道 你还记得 十二年前 从孤儿院逃出来的时候吗 我没有逃 是你 不让我跟他们同归于尽 对那时的舞来讲 死才是最好的解脱 你懂什么 是啊 我不懂 你最高尚 你最珍惜友情啊 你敢说 看着孤儿院被大伙吞噬 你没有一点痛快 你其实 很感谢我吧 躲离那个鬼地方 可是我们都因为救不了其他人 很自责 很痛苦 所以我才答应你要好好活下去 这样他们才没有白白牺牲啊 你还记得啊 我只是想提醒你 珍惜现在得来不易的一切 不要做出让自己后悔的事 你不觉得民宿怪怪的吗 包括老板 我只是觉得 我愿的痕迹消失得太干净了 反而有一种 欲盖迷藏的感觉 你也怀疑当年的事 怀疑 去找他吧 什么意思 去找楚真 跟他道歉啊 让他快点回来 等车子处理好了 我们马上离开这里 你最想保护他了 是吗 离开以后 我不想再瞒着他 只是关于当年 你还在怀疑什么 梦雪 还有梦成 对 就是他们 就是他们 他们是当时的孩子 他们活下来了 我该告诉他们真相吗 可是他们怎么会跑来这里 他们是来报仇的吗 刚刚在柜台 他们两个的脸色 一直都不太好看 怎么办 你 你 思雯 当年的事 你就放过自己吧 别再想以前的事 不是 你听我说 他们回来了 他们来找我了 他们来找我了 你知道我在说什么啊 他们都已经死了 他们还活着 他们在这栋民宿里 他们回来了 你先冷静一点 不要再说这种话 是不是 不是 外面那群年轻人 谁 梦成 梦雪 这是我唯一的机会了 你告诉我 到底发生什么事 就是 刚刚在柜台的时候 他们三个走进来 你这样做 不就等于字头罗网吗 这十二年来 我好痛苦 我一直想把真相说出来 要是 他们不愿意原谅你呢 可是 你知道 我等这一天等多久了吗 老板 你在吗 滋温 我先带你离开 你怎么会进来我的办公室 对不起老板 我只是想问你 民宿里面 有没有什么休闲设施啊 因为 我两个朋友 心情都不太好 我想说 休闲设施 应该可以让他们放松一点 女士纸 孟学 孟辰 老板 你怎么会知道他们的名字啊 刚刚 半入住的时候 不是有留下资料吗 哦 对哦 那关于我刚刚说的 如果是要找游戏间 柜台往楼梯口的方向 就可以看到了 好 谢谢老板 那我先走喽 对了老板 我可以 我可以 再问你一个问题吗 刚刚那个人 是谁啊 他是警察吗 怎么会在这里啊 他是警察吗 对啊 他只是来问我一些事情 就 有没有看到奇怪的人在附近游荡了 你干什么 全都是十二年前那场火灾的相关报导 怎么会有这个东西 你和那场火灾有什么关联吗 我不知道 我不知道 这和我一点关系也没有 少骗人了 留着这个东西 在这里进行民宿 还特别注意梦水和梦城 你到底还隐瞒了什么 对不起 原谅我 求求你原谅我 你在说什么啊 难道 十二年前的火灾 是你 不是我 是他们 放火烧掉孤儿院 他们被发现 曾经虐待 和侵犯过那些孩子 他们想要毁掉所有的证据 所以在那个安静的晚上 他们 等等 虐待 和火烧孤儿院 所以 那真的不是意外吗 对 那不是意外 我真的 没有想过要伤害那些孩子 可是 我没有勇气阻止他们 我没有 一直到那天 我看见他们反锁全部的门窗 点燃最靠近门口的窗帘 我明明 我可以救他们的 梦雪 梦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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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白天被欺负 晚上总是睡不着 还好 梦晨 是他费尽全力 才救出来的吧 谁做的 你说 谁做的 既然这件事让你痛苦 我 就不该继续沉默下去啊 我 你如果真心忏悔 就去告诉他们真相吧 你这么痛苦的拥有 自己难道不清楚吗 这么多年的努力 对你来说 其实一点用都没有吧 因为 死去的人 是不会给你任何回应的 我 所以 2 4 4 5 5 6 詞曲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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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认为道歉能改变什么吗 这么多年的委屈 当然不是几句道歉就可以弥补的 毕竟道歉从来就不是为了让犯下的错误消失 不是吗 那如果是你 会不会原谅一个最大恶解 他是我的生不如死的人 你在说什么 如果真的是这样 我会给他时间 让他证明自己值得被原谅 对不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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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不该执着于过去的事 不该反应这么大 如果那个时候 出责 出责 为什么是你 果然是老板 所种的请求原谅 之前过来你根本没有好人 对不起 那盖死人垃圾 你听得见我说话 对吧 我骂上天以报仇 你等我 你等我 你还说到楚真吗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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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前 曾经放任孤儿院的那群人 对你们施暴 最后还眼睁睁地看着他们纵火 虽然晚了好多年 但我想为自己过去的无能 对你说声抱歉 那我先问你 为什么要杀了楚真 楚真他被 我没有杀人 我没有杀他 怎么会扯啊 因为他发现你犯下的罪行 所以就把他杀了 好像这下不被外传吧 从过了院开始 现在是那种大火 那会是楚真 你们都可以那么闲 那么残暴 怎么才不是我害死的啊 闭嘴 你们这群人渣 十二年 已经十二年了 你以为我能活得像什么事情 都没有发生过吗 只要我一个人在这栋民宿 我就会听到他们的声音 为什么要欺负我 为什么不要来揍我 明明我没有伤害别人 为什么要找我 知道他们 就在害你们的人啊 你会太恶心啊 光是你袖手旁观不去阻止 就该好好跪着 现在我公子全称了 楚真临事前 还叫我原谅你 可恶 不 到底在凭什么 我没有害过人 我快处着 你干什么 喂 骗人的吧 快点 快起来 快起来 不要 果然 十二年前 不只有火灾而已 过去的事 你们绝口不提 我早就知道事情并不单纯 但 我也害怕 会让你跟孟学 想起什么不开心的回忆 我还是 比较喜欢你们现在这样 开开心心的样子 开开心心 这些年来 我一直做同一个梦 他们围绕着我 开心的聊着什么 那我听不清楚 他们把我摔到地上 我已经学会不反抗 不说话 因为他们什么也听不进去 没有人会同情我 我会在半夜突然醒来 我吓得绝声发抖 就像以前一样 蒙成 十二年来 我一直迫弃我自己 我没有办法像其他人一样 像你一样 我只会不停下来那些 愿意关心我的人 他们在我被欺负的时候 就只会袖手旁观吧 我没有办法像孟学一样 为那场意外感到难过 那你对我来说 只有被霸凌的恐惧 可随时会被当成玩具带走的噩梦 梦成 对不起 我不知道 你说那场大火 不是意外吗 不 不是意外 果然是为了湮灭证据 是谁 他 他不告诉我 我去找他 我去找他 你做什么 你走开 梦成冷静一点 我 我 我 啊 祖珍 祖珍 喂 这里有人死了 喂 梦雪 我去找梦雪 我去找梦雪 小云 小女孩好吗 小云 爸爸 我已经把你交代的事都说完了 真不愧是我最乖的女儿 十五年来 你一直都是我唯一的希望 你从来就没有让我失望过 但小云 你知道吗 我已经厌倦这一切了 你应该也累了吧 爸爸 不管你要去哪里 我都会陪在你身边的 小云 我们可以一起解脱 不用再忍出这个恶心的世界了 希望下辈子 你还会是我女儿 爸爸 爸爸 小云 你还记得第一次见到爸爸的时候吗 你答应过我 会永远乖乖地听我的话 你现在拿到罗网了吧 我永远都会是你最乖最乖的小云 可是爸爸 我好怕 小云 别怕 爸爸 我马上就来陪你了 好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我们答应过对方要好好地活下去 但我可能做不到了 你还好吗?刚刚是你抱得紧吗? 对不起,我不是故意的,我只是一时激动就... 先冷静一点,慢慢把事情经过讲清楚 就是,我刚刚在跟楚真讲话 然后我就,楚真他就被我... 冷静一点,你们是来住宿的吗?总共有几个人啊? 我们三个 我,楚真,跟孟学 孟学 你可以详述一下他的外表特征吗? 刚刚我在进来的时候,看见了三具尸体 其中一个人的钱包里,证件上的名字就是孟学 怎么可能?孟学怎么了? 从现场的人机初步判断 他应该是杀了一个人之后,被罪自杀了 不可能 孟学不可能杀人 他可不可能自杀,不可能! 目前现场的判断就是这样的 详细的案情还稍等之后见识主来... 不可能! 不可能! 先冷静一点 不可能! 详细的案情还稍等之后再做确认的 我知道了 一定是你! 一定是你杀人之后 恰伙在孟学身上! 就是你! 搞闭嘴! 抄什么抄 收到 现场的状况 一切良好 一切良好 现场我发现三具尸体 前一半已被制服 还有一个区域尚未缩敲 是 不需要侦派人手 就像之前一样 整个创作者 创り2个人 一切良好 一切了 这个女王 语言 请不吝点赞 这是